22 午 chrono 8.10 午餐 23 午餐 22 午餐 25 午餐 czerny 6 好的 嗨,我剛到家 然後本來講好今天傍晚要直播的 結果 因為我今天沒有工作 所以 起床之後就一直賴床 然後 賴一個太久 然後剛剛 傍晚才出門去運動 所以等於運動到剛剛才結束 然後就想說趕快趁現在馬上 因為我通常每次直播前我都 之前好幾次直播我都是那種 也是一樣健身玩然後趕快吃完東西 然後趕快爬完那些飯然後趕快直播 那因為今天我覺得我如果再吃完飯 再開直播的話我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 今天的狼人殺應該蠻好笑的 我不想要耽誤到大家看狼人殺的時間 因為等下8點電視就要播狼人殺了 然後9點 換 Youtube播狼人殺 所以我想說趁現在趕快講一講 因為我今天是要講那個活動的事情而已 完全沒有要閒聊 所以 就 趕快開一開 是的 可以邊吃邊播 當然沒有問題 我現在就已經把我的那個 好不好 剛剛買的晚餐現在打開 燈燈燈燈燈 跟 這是 那個7的一個 冰分先酥烤雞便當 不是業配喔 不是業配喔 這不是業配 這是真的是我平常 吃的 因為運動完 我想說這個便當熱量比較低 而且它又是那個紫米飯 又有雞肉 然後又有蛋 又有綠色 又我最討厭吃的綠色花椰菜 但沒辦法減肥 健身一定要吃綠色花椰菜 嘿 所以這個 就是 滿適合健身吃的 沒有啦 我還有三顆茶葉蛋 一個香蕉 跟豆漿 不是業配 不是業配 是我平常就有喝 今天不是業配 今天不是業配 今天沒有平常 真的就有喝喔 然後 人都進來差不多 但我 我覺得我吃東西 是一個滿沒有文化素養的人 因為我 吃東西很大聲 就是每次 我跟我周圍的人吃飯 他們都這樣 我心裡想說也太做作了吧 前幾天工作 跟 經紀人啊 還有企劃的人吃飯 超安靜 我想說 你們可以吃大聲一點嗎 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是那種吃東西 嚼東西 就很大聲 那種 我是這種 吃什麼 我都這麼大聲 超級無敵 沒有文化素養 沒有文化素養 我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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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聲 是滿沒有文化素養的 但我個人的理念是覺得文化素養 嗯 是 好算不聊這題 怕引起紛爭 我話說的就是你是好人 你就是好人 不用管你吃便當什麼樣子 然後什麼什麼樣子 這樣子 吃 阿 我們就做一個好人就好了 對不對 吃東西 吃送就好了 我吃東西 我這樣吃就這樣吃阿 當然如果到了一些什麼西餐廳 什麼高鐵餐廳 可能還是會被那個環境影響 然後就是 吃比較 比較優雅一點 這樣子吃阿 但是平常吃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死樣子 好 今天最主要 是要講那個 背光旅行的活動 因為今天就要展開 背光旅行的 那個 第一波 應該是第一 應該是只有一波吧 我不是確定 第一波活動 那之前 北極光有什麼 猜 猜 猜那個MV裡面 有什麼 我們出一些題目到 你去MV找阿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樣的活動 那今天呢 背光旅行的活動呢 嗯 跟之前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講解一下 活動內容 和活動辦法 然後 邊吃邊講 你們吃晚餐了嗎 你們吃晚餐了嗎 因為真的有點愛 是的 大家要記得去看MV 背光旅行MV已經上架 而且我吃東西超快的 就是 一口接一口那種 已經剩一半了 所以 不如我就吃完這個便當 我再開始講 好不好 嗯 可是雨白要開始了 好像 我現在講一講 這次呢 背光旅行的那個 活動呢 玩法就是 呃我們為期五天 五天 真的不要邊講話 邊吃東西邊講話 會噎到 五天呢 這個活動叫做 黃偉進 猜新大作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一天我會出兩題 你要答對 我內心真正的答案 譬如說 呃 我每天出兩題 一天會是選擇題 呃 不是 每天出兩題 一題會是選擇題 一題會是開放題 譬如說 假如說 好今天出的第一題是 呃我 我 我最喜歡什麼卡通 然後 A 庫洛魔法使 B 獵人 C 火影忍者 D 航海王 這樣子 然後你們就要去猜 我最喜歡哪一個 然後第二題 會是開放題 開放題就是說沒有選擇 譬如說開放題是問說 請問 我 最 喜歡 什麼 我最喜歡 我講一個男的 我最喜歡哪一個電影 呃我最喜歡哪一個 呃我最欣賞 到底要講什麼 我最喜歡喝什麼飲料 很難 就是開放題呢 完全沒有給你們選擇的餘地 然後呢 你不要去猜 我喜歡喝什麼 之類的 然後就要去猜 但是一定要兩個同時答對喔 譬如說剛剛的 我最喜歡的卡通是 獵人 你就要答 B 獵人 然後開放題的答案是 我最喜歡喝什麼 好 假裝啦 豆漿 假裝豆漿 好 B 獵人 然後開放題是豆漿 這樣子呢 你才是 答對 那答對的人呢 我們就會有獎勵 我們一天會選出一個 然後呢 喔 我就知道你們會說很難 好難喔 怎麼那麼難 我都賣送 不然我出多簡單 請問我姓什麼 姓陳嗎 還是姓林 太感動了 完屁啊 放心我們會給你們提示 如果啊 先慢慢來慢慢來 因為現在有人在哭 有人在哭說 很難 哭在這個用法上會不會太像髒話 不要在那哭囉 哭 哭 有人在哭很難喔 那 呃 這個答題區我們是開放在 背光旅行的MV下方 我會 我會 我會留言 我的黃偉晶的官方帳號 會留言說 喔今天是 這是第一天的答題區 題目是什麼 請大家回待 回在我的這個留言的回覆裡面 對 我的留言的回覆裡面 才是答題區喔 你不要回在外置位喔 你們聽得懂嗎 就是 你如果是直接到MV下方留言 那 那不算在我們的答題區裡面 你要去找到我的有一個留言 這是今天的答題區喔 要在這邊 在我的留言底下回覆我 大家都懂齁 那 有人會覺得很難是 放心 你們可以 因為這個影片呢 我會PO在 IG FB 微博 三個地方 但答案不是留在這三個地方喔 答案呢 答案是 留在 背光旅行的MV下面 那 如果你們覺得太難 想要 想轉台了 你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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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現在我體跳驗舞給你看 是不是 我在公外活動 你要轉台 你轉台 你去轉GTV 28台 娛樂百分百 狼人殺今天要開始了 好不好 你可以去 轉去娛樂百分百 你沒有必要 打這幾個字給我看 看來這 抓狂 你想轉台了 想轉台了 怎麼樣 我有逼你看我這一台嗎 我這一台是你自己手動點開的耶 先生 先生 小姐 好 不好意思 有點生氣 因為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講那些廢話齁 你要轉台 你自己心裡面默默想說你要轉就好 沒有必要打給我們這些人看 然後加上我又是DEQ人士 你看了就是要激怒我 沒關係 我們2020要修身養性 好 麻煩你轉到GTV 28台娛樂百分百 阿屋老人殺 謝謝 好 那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都忘記了 呃 啊 你們真的覺得太難 你們可以在 呃 我的IG 影片 FB 或者是微博的影片 下面留言 可以問我問題 那我覺得有適當的問題 我會給你一點提示 譬如說 你可以問說 像剛剛那一題 飲料 飲料是什麼顏色的 我可能覺得 欸大家真的沒人猜到 我就會給你說 嗯是白色的 這樣子 讓你們有一點範圍去猜 就是如果 我真的發現 還目前還沒有人答對 我就會給你們提示 好 那 呃 因為那個 YouTube的留言是可以編輯的 所以你隨時想改你的答案呢 你就去編輯你的答案就好了 不用再重留一次 我們每個人限定留一次言喔 對 只可以在YouTube回答 題目 題目出在 IG 微博FB 答案答在 背光旅行MV底下 我的留言 的回覆裡 等一下我都會PO文PO金屬 這個規則 然後 呃 如果今天真的不幸的 可以編輯可以編輯 我們剛剛試過了 可以編輯的 如果 提示不只在IG 提示 你可以在IG或FB或微博問我 對 那我剛好看到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欸這個人問的還OK 我可以給你 可以給你一點提示 我就會回 對 那如果 真的沒有人答對 那這個名額就會累積到下一天 因為我們每一天 只會選出一個中獎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第一天沒人答對 那等於第二天我們就選出兩個中獎的人 第二天又沒人答對 那我們第三天都選出三個中獎的人 就這樣 所以總共最後會有五個中獎的人 有時間限制 有的 有的時間限制 我現在要來 講時間限制齁 時間限制就是 譬如說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八點PO好了 我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我等一下如果八點PO的話 那就是隔天的七點截止 二十三個小時 隔天的七點截止 我們就會馬上選出一個 不是私訊是留在YouTube下面 香港的可以玩可以喔 哪裡都可以玩 然後 五天都沒有人對 我還要辦嗎 我當然會給你們大放送 給你提示 我們一定會讓大家答對的 好不好 不會最後辦完 不好意思 沒有人答對 我們活動結束 那我辦屁活動啦 神經病 一定啦 一定會讓你們答對的 喔 為什麼是二三不是二四 因為我每一個影片 都會是固定的時間PO 譬如說我等一下是八點半PO 那我每天都會是八點半PO 那因為我今天八點半PO的話 我隔天八點半PO的影片 會有今天的解答 加上題目 加上明天第二天的題目 所以如果我是開放二十四小時的話 我怕有些人直接聽到解答 然後馬上去改自己的答案 對這樣子就 就是有點作弊行為 嘿不是有點就是作弊 對所以我們就只是開放二十三小時 好不好 對 獎品來了 這一次的活動總共會有五個得獎者 那 福利呢 我們站不公布 這樣會不會比較 減少大家想要參加活動的 的心情 因為這個福利呢 我們還在想 呃 執行面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成功 但是是好福利 是好福利 但是如果 所以還不能公布 怕講得到說 完全不能執行 所以就 就 我們先 小秘密 我們一定會公布 你們放心 一定是好福利 總不可能 啊 今天我們五位 恭喜五位得獎者 那每一位得獎者 可以得到一封 純正信函 不可能吧 我告你 我告你們是不是 啊 我們恭喜五位得獎者 我們得到一張十萬塊的罰單 不可能啦 一定是好東西的啦 對 一定是好福利 我們不會就是五個中獎的人 好像打到賽 還是 大衰神附身 然後給你一個超級大厄運 超級壞消息 好不好 不可能的事情 好 差不多 這個活動 的內容就是這樣了 參加辦法 參加的回答區在哪裡 提示區在哪裡 活動23個小時 對 然後隔天就會馬上PO出前一天的答案 還有人不懂嗎 等一下我PO 因為等一下我馬上吃 爬完我的飯 馬上我就會PO人 那PO人都會把規則PO得清清楚楚 有人說 恭喜五位得獎者可以得到一支鉛筆 我們哪有那麼缺德啊 還送鉛筆 我送你筆心就好了啦 還送鉛筆送太好吧 不會那麼爛啊 我送你鉛筆幹嘛 你自己金石狼買就好了 神經病喔 不會不會 結果到時候公布 然後超爛 想說 我要鉛筆跟筆心可以嗎 你們放心 抽到的我會在我的 各個平台 各個平台我都會公布 IG我就PO在限動 FB我PO在FB限動 微博我就PO在微博 就這樣 然後 大概是這樣 應該 這還蠻簡單的吧 每一天都會是一題選擇題 一題開放題 那你要答對就是 選擇題跟開放題都要答對喔 如果你只答對選擇題 沒有答對開放題 就錯 那我們就會從答對人中 抽一個 就是由我們的企劃 團隊來抽 還有人有問題嗎 我們看一下 有人在問說怎麼選齁 這就是戲劃團隊 一切隨緣分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選 可是一定是從答對的人裡面選 那 嗯 有 限制一人只能回答一次喔 一個帳號只能回答一次喔 所以你突然臨時想改答案 你聽到我的提示之後 你想改答案 你自己編輯就好 因為Youtube留言是可以編輯的 我們有試過 但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在 我們在另外想 趕快想方案 因為我記得可以啦 我今天自己去 有去試 我自己的留言是可以編輯的 獎品是口罩 那 那我覺得可能 全台灣人有1300人 可能都會想參加這個活動 沒有啦 口罩自己用就好了 我還送咧 我還送咧 有缺口罩缺到要來 我的活動拿口罩就對了 沒有喔好不好 好 什麼時候開始 我等一下就會PO了 我等一下這個直播一結束 我馬上打我的文案 因為我還沒打 好不好 我今天廢了一整天 再發呆 發呆 等一下 等一下開始 為期五天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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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胸圍多少 不可能 神經病 誰知道 一定都跟我有關的 所以你們就要去猜 因為這要黃偉鏡猜 新大作戰 你們就要去猜我心裡面 想什麼 或者是我心裡面 平常喜歡的東西 那有一些答案 可能是平常我在節目中 有講過的 對 答案 最後總結了 因為我覺得 我等一下就要PO文了 我來總結的喔 總結就是 黃偉鏡猜新大作戰 會為期五天 每一天 第一天留言之後 OMG 有人問說 第一天留言之後 第二天也是在一樣的地方留言嗎 不是不是 我每一天都會 開一個新的留言說 這是第一天的留言區喔 題目是這個 請大家回來這邊 然後 到了第二天之後 我又會在YouTube 留一個言說 這是第二天的 答題區喔 然後題目在這邊 然後請大家留在這邊 所以不是 每一天都留在 同一個留言裡面 有分 對 五天 我會有五個不同的留言 那我現在就去打 欸不行啦 我現在不能把題目公佈 我等一下一PO 我就會那個了 就會公佈了 好不好 總共也斷掉 每一天選擇題 開放題 一定要答對 答在YouTube 背光旅行 MV下方 並且是我的 我說的 答題區的回覆裡 不要留在外置位 不要留在外置位 什麼時候開始 待會兒直播完關掉 我完全打好就開始了 然後 這個回覆 沒有限制地區 在哪裡都可以參加 然後 嗯 維期 23小時 我八點 我等一下八點半PO的話 我每一天都會是八點半PO 盡量 我盡量 那 就等於隔天七點半就截止 七點半我們就馬上跳出 因為我會公佈 因為八點半PO了 會有今天的答案 我會公佈答案 說昨天的答案是什麼 所以我們才說23小時 怕有人聽到答案 馬上去改自己的答案 改自己的回覆 那 人覺得太難 在IG 就是 因為我會PO那個影片 會PO到IG AFB 微博 你們在這三個影片底下都可以問我 一些提示 對 問我提示 呃 如果我覺得有 適當的 提示 我就可以給你們 如果真的沒有人答對的話 那 如果 已經有人答對了 你們問我提示 我應該還是會假裝回來 對 你知道那種 欸可能還沒有人答對喔 的感覺 那 反正就是這樣子 答案不要留在FBI 跟微博 因為你們留在這邊 不算是 有參賽資格的 一定要留在Youtube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那個 點擊 在那個Youtube那邊 因為你們在 背光女性MV下面留言 我們才有點擊率 對 不然我辦這個活動是要奪佛心 對 我們就是 呃 假佛心 真衝點擊 對 然後 當然是真佛心啦 對 就是我們還是有福利的好不好 不是寄純正信行跟罰單給你們 好不好 也不是寄筆心籤筆相比差 文具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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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那個你自己去買就好了 然後 欸都講完了 講完了 這個直播我就 立馬秒關喔 好不好 我現在要去打 趕快吃東西吃完 去打我的文案 馬上PO 他有別的問題嗎 他有別的問題嗎 吃完了 不能閒聊不能閒聊 不然也來不及 因為我等下想看狼狼沙 我等下想看九點狼狼沙 就想說今天這一集很軟 我一定要看一下 是的剛剛那是綠色花來菜 沒事沒事我吃東西拔就很快 快到不行 好吃 如果有人在控制體重 我蠻 我蠻推薦那個便當的 因為他是紫米飯 然後也不油 然後也不會太清淡沒味道 因為他有沒有什麼番茄的菜 我吃東西真的 真的狼村虎厭 材料蛋不乾啊 沒有啦有些人說什麼吃蛋 因為有些人的觀念還是說什麼 一天不能吃太多蛋 我記得那是舊的新聞了吧 因為後來有那個 不然哪裡的那個 檢查出來說 蛋一天可以吃很多顆 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有什麼什麼膽固醇過高的問題嗎 我不知道 不確定喔 因為我記得我好像有看過這個新聞 所以我就對蛋就是封印解除 好吧 加上我真的很喜歡吃蛋 所以 很多蛋 我沒有吃到蛋殼啦 蛋殼都在這啊 蛋黃也在這 你有一天吃了四顆蛋拉肚子 那可能是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啊 對啊 而且我吃蛋我沒有吃蛋黃 這是為了充我的飽足感 所以才買個香蕉 因為其實這樣子我吃不飽 但是因為昨天 這已經吃太多了 昨天很扯的是 因為小賴音樂會的後台有準備 那個 派 小小小的那個甜派跟鹹派 巧克力 什麼巧克力啊 檸檬派啊什麼之類的 好好吃 我在現場已經吃五個了 五個還六個 然後 因為有剩一些 然後加上 小賴音樂會結束之後 我跟我朋友有約 我要去朋友家玩電動 我想說 欸我可以帶一小盒走嗎 撈現場 剩下的派 然後 假裝去朋友家 裝成是伙伴 這樣子 欸我有帶派給你們吃 但真的好好吃 然後昨天 突然照鏡子發現自己 好像又變胖了 所以就覺得 好像今天解脂一點 我吃完那個香蕉我就關直播 因為我要打我看了 我沒有去打麻將我不會打麻將 我昨天在家裡那個 朋友家裡玩電動 吃完了 吃完了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PO文喔 你們可以到 鎖定那個IG FB Youtube 微博 我規則會打清楚 好不好 掰掰 現在可以轉到 轉台的可以轉到GTV 28台娛樂百分百 或者是 等一下9點看那種 Youtube 狼人殺手波 掰晚安 不是晚安啦 不是就是晚餐吃完了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打麻將